水星逆行的人你们不可怕 是别人觉得可怕而已 没什么的 水星经常逆行 一年要逆个三到四次 一次二十几天 所以其实水逆的期间 算起来有四个月左右 那么出生的孩子就会人数不少 如果你想知道 自己是不是水逆时间出生的 请你在各大网站 找输入星盘的部分 然后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 如果水星有逆行 那么水星旁边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符号 那就代表return 代表它正在逆行中 那么你就是属于水逆的孩子 水星只要一逆行 天气就变化了 三溪就不胀了 还有严重的沟通不良 常常会产生言语上的误会 或计意料会跳 所以如果你是水逆人 你是不是会很衰呢 各位水逆人不要紧张 星盘里有水逆 不代表你会倒霉 事实上水星逆行的人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还蛮有意思的 反而是好的哟 比如说第一 说话很谨慎 在他们的脑袋结构里面 很多话是没有办法冲口而出的 他们是属于想很多的那种类型 你把水逆想成 他们在话说出去之前 先在自己的脑海里白转千回两转 他才能够说话 反而这样的人如果要沟通的话 他是会先打草稿的 他是会先想好后果的 所以有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 他是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啊 因为他们想太多了 你要多鼓励他们 要告诉他们说 不会你讲得很好 让他们对自己的说话表达有信心 第二个特质呢 就是他们有分析性的人格 其实这是一个优点哦 他们比较不会那么的主观 很多事情呢 他们不会轻易的陷入为主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所有的事情都是复杂的 相反的 水星如果是顺行的孩子 他很可能后天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所以会脱口而出 所以会侃侃而谈 但是水星逆行的人不一样 他觉得事情一定有很多内情 他先搞清楚 他才能够去揣摩 反而会觉得他们是属于 会去研究很多细节 然后再回来跟你谈这件事情 因此分析研究的精神 他们都非常的具备 第三他们很可能会经常 对自己的不会表达 感到很抱歉 所以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话 或者是他们写文章 也会不断地修正他们的措辞 等到这篇文章已经过了 他这一关 反复的检验都没有问题 他才会能够放出去 所以这一类的人 他们也很适合当编辑 当作家 因为他们的文字 就会变得很精炼 也很有效果 第四 他们通常是露吃 我们都很清楚 水逆会让我们折反跑 是的 这样的特色 放在水逆人的身上 他们也经常会折反跑 那折反跑的原因 不是他们忘东忘西 而是他们真的不认得露 而且水逆的露吃 并不会影响他们开车的欲望 所以他们既开车 漏露吃 这是非常危险的 综合我上面所说的 你们会觉得水逆的人 很倒霉吗 不是哦 相反的 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水心能力 而这样的不一样的水心能力 就会使他们在各行各业 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发挥 所以咯 如果他们从事 像我刚刚说的 也是一样是需要表达的工作 他们是属于 做好功课在表达 或者是自己 常常很紧张地 准备很久才表达 所以其实他们的表达 反而是精神的 就比那些天生投宅很好 天生不会迷路的人 更谨慎 而这样的人 你们反而能够成为专家或专业人士 因为对他来说 这份能力实在得来太不易了 所以所有的水逆的人 你们反而会是水心界的翘楚哦 那坏事呢 就是你们就会比别人慢一点 或者是大飞粥僵一点 不过这样得来的果实 也特别的甜美 不是吗 水逆生的人在水逆期间 会不会得正吗 不会 并不会负负得正 水逆人的这个水心逆行 是他的性格 然后可是我们讲的水逆期间 这是运势 水心逆行的人 还是要注意水心逆行的时候 该衰还是会衰 加油 当你检查自己的心盘的时候 你会发现 也许你不只有水心逆行 你可能还有其他行星逆行 那么其他行星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